我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我们在这边住了其实挺多年 大概有七八年 总面积是60多平米 两室一厅 好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是赤窝 赤窝比较小了 只放了个一米二的床 现在比较乱 然后这是主卧 主卧算是关键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这辆车从我住过来就在这里了 再见吧 好我们已经在新家住了几天了 一直在收拾东西 我们东西比较多 但是还没有收拾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吧 一进门这里是客厅 客厅还挺宽敞的 然后本来这里是有个沙发的 但是他们自己搬走了 因为他们也是租房子的 他们搬走要用了 然后留了个小沙发 然后其他的家具呢 那个柜子啊 都是我自己的 然后客厅这里有个比较大的飘窗 然后关系还挺好的 外面的环境 外面的环境都是一些房子啊 因为我们是在七楼 所以外面基本上都是看到这房子 但是这边有下午有关线进来的话也挺好的 他们如果在这边玩看书什么的 这里就是它有个比较大的电视机 留在这里的它也不好带走 这个角度看过去 第一眼过来看到这里就是因为觉得他们这里比较新比较干净嘛 装修还比较好 所以才租他们家的 链家只带我看了这一个房子 这样我就住下来了没有再看我 这是他们的地板 空调 从墙上还贴了墙子 因为我家带了个小孩嘛 他就怕小孩在墙上乱涂乱化 这个就是一个赤卧 这个赤卧它放了个一米八的床 是刚买的 因为之前这是一个小孩子 他们自己也带了个小孩子 小孩住的一个房间 他那个床 他小孩子比较喜欢 反正说小孩子在上面尿尿尿了几次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给我们继续用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床自己搬走了 然后给我买了个一米八的床 吃过这里也有个窗户也挺亮堂的 吃过这边的风景还反而还比客厅内里的风景更好 虽然都是房子 但是看起来更开阔 有没有像电影里面的感觉 就是他们除了电视机 唯一留下的一个家电 然后这个冰 这个冰箱还挺大的 嗯 就是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嗯 这个 不知道你们认识它是谁吗 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卫生间啊 它是一个干湿不分离的卫生间 但是它自己这里拉了个瓶子 那种干湿分离的 有个玻璃胆的 其实我反而觉得不好 因为会感觉比较压抑哦 然后它的马桶 马桶还是 智能马桶 还是可乐的 呃 可乐的应该 马桶算比较好了吧 这应该是房间里面最大的一个镜子了 在卫生间洗手台这边 然后打开看一下 嗯 这是我们刚放进去的一些 每天早上过来刷牙 你还可以看到自己一个英俊的龙眼 卫生间旁边就是主卧了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间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主卧也是1米8的床 然后它这里有个柜子 然后其他那些柜子都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搬过来的 船边上有个比较大的衣柜啊 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因为你看它的厚度 这个宽度和宽度都比较大 能放不少东西啊 看那里放了一个那么大的柜子 然后中间放了一个船头柜 然后1米8的床 然后旁边还放了一个婴儿床 空间还算是比较宽敞的 哦 现在你们看到阳台这里就是全是东西啊 衣服啊 架子 因为现在还没来得及收拾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 这里是一点东西都没有 难怪打个招呼 这就是厨房 厨房空间也特别大 你看我这个两只手都碰不到 我这1米8级的大个子 两只手都碰不到 然后这边的空间也特别足 然后还有一个落地窗 环境也特别好 它们的柜子 下面的柜子也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说这个空间对于我来说 是特别满意的一个厨房 中介费加上房租一个月是7000块钱 地铁站大概有900多米 虹桥机场离这边比较近 而这个小区的绿化还挺好的 它这里装修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干净 房子是80多平米 然后属于万达城市公寓的 万达的小区的绿化也比较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